近日歌手苏醒在微博上发表声明称自己在冷藏期间数次寻求复工无果与天鱼协商和平协议分手失败 接下来将寻求法律途径解决合约问题并不再违过天鱼传媒作为其经纪公司 雪藏200天后苏醒为什么突然单方面宣布解约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随后记者致电天鱼方面但对方表示目前对此事不做回忆 去年年底中歌榜颁奖典礼后歌手苏醒与李伟大打出手 随后两人又在微博和空对骂 苏醒连发两条微博借用苹果的故事暗示李伟偷了自己的女友 随后迫于压力苏醒将微博删除但以藏头诗暗示 微博为公司而撤打小三绝不手软 而李伟也不甘示弱同样用藏头诗考读苏醒为小人 之后虽然道歉但苏醒所属的经纪公司天鱼传媒及唱片公司索尼唱片发表联合声明 表示将暂停其演议活动 据了解在这漫长的200多天的做监时间里苏醒甚至被公司禁止上微博与粉丝互动 现在虽然苏醒已经是铁雷星要走法律程序解业 并且已经宣布单方面解约 但在官司尘埃落定之前他依然无法参与任何商业活动